它杀伤力巨大 一枚足以摧毁整个世界 威力更胜于原子弹氢弹 甚至是可以改变人的DNA 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连美国都不敢造 而这款炸弹究竟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 为何又被世界各国抵制呢 在介绍新内容之前 新来的看官老爷点点关注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视频 又能接受到最新的视频分享 1945年8月6日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当时的小男孩原子弹装有60公斤诱235 但是由于枪式原子弹转换效率太低 最后只有大约700克诱235发生了裂变反应 尽管只有微量的诱发生了裂变 却也威力巨大 最后爆炸产生的TNT当量高达1.5万吨 直接造成了当地20万广岛市民的死亡 而当时的广岛市的人口 仅仅只有24万多 也就是仅仅700克的幼 几乎将广岛摧毁殆尽 自那以后 原子弹的威力也为人们所忌惮 也是因为美国投放于日本广岛和长崎的这两颗原子弹 彻底打开了世界核武器时代 世界各国为了不被核大国威胁 纷纷开始研究自己的原子弹 尤其是美苏两国 开展了激烈的核武器军备竞赛 而在1950年 物理学家奇拉德在原子弹和氢弹的基础原理上 第一次提出了孤弹这一概念 也就是说 孤弹其实也是在原子弹和氢弹的原理上 做了进一步升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原子弹和氢弹的作用原理 原子弹是利用U或B等容易裂变的重原子核 在裂变的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产生的爆炸 主要是以U-235或B-239作为燃料 爆炸后会产生多种放射型核素 比如点131半衰期是9天 色137半衰期30年 而氢弹 它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作为扳机 将聚变燃料加热至极千万开以上 使之发生自食的聚变反应 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即威力在几十万至几千万吨TNT当量 利用核裂变释放的能量 引发刀川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 和伴随的裂变反应 顺时释放巨大能量 而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 孤弹的制造原理也就非常简单了 一般是将一定数量的孤五九 放置在核弹中的爆炸物周围 核弹发生爆炸之后 产生的大量中子 会将孤五九转化成放射性元素孤六零 由于孤六零本身就不稳定 所以会立即转变成孽六零 而在其衰变过程中 会释放出大量的伽马射线 而这大量的伽马射线 在爆炸中会有多大的危害呢 目前人类发现的射线 总共有三类 阿尔法射线 β射线和伽马射线 三种射线中 阿尔法射线的穿透力非常弱 一张纸就能将其挡住 β射线介于阿尔法射线和伽马之间 可以穿透纸张 但无法穿透铝板 而伽马射线的穿透能力 在三种射线中是最强的 需要二十厘米厚的混凝土 或者牵板才能够有效阻挡 这就意味着 一旦被伽马射线照射 即使是穿上特制的防护服 都抵挡不了 除此之外 伽马射线的半衰期长达5.27年 所以被袭击者 即使躲进掩体里面 也很难等到辐射结束 而伽马射线照在人体上 是什么后果 据有关资料显示 一旦伽马射线照在人体上 会立马使袭击者的DNA 遭到严重破坏 并在短时间内死亡 而这样的孤单的威力 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1961年 苏联沙皇炸弹引爆成功 该枚氢弹 是整个世界上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 爆炸当量在5000万吨 其威力比美军袭击日本 长期的原子弹还要大很多 相当于当时480枚原子弹 而孤单的爆炸威力 比苏联的沙皇炸弹还要大 一旦战争爆发 某一国家将孤单投入战争 被投放的孤单在平流层引爆 爆炸后产生的冲击薄荷压力 会瞬间将建筑和车辆摧毁 而处于裸露地方的人类 也将无一幸免 即使有人可以藏身于地下掩体中 也不能逃过 因为孤单在平流层引爆后 随着大气层的流动 孤60很快就会遍布整个大气层 届时孤60会因为衰变破坏生物DNA 生命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孤60还会导致DNA不会再复制 让其引发癌变 虽然当时投放的孤单 只是在一个国家上方爆炸 但是那时全世界都会跟着遭殃 爆炸后的地球会进入核冬天 很长时间存在较高的核辐射水平 数百年内是地面寸草不生 所以也是这样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以及超强的辐射性 所以许多专家称之为是为末日准备的武器 也是因为这巨大的杀伤力 孤单又被称为脏弹 而面对这一概念武器 联合国的态度也很明确 当时就立即明令禁止各国研制此类武器 后来鹰匠和毛雄为了压制兔子的核武器发展 也提出了明令禁止再研究原子弹和氢弹 自然孤单这一概念也没有实现 但是这款炸弹真的就没有国家敢造吗 其实不尽然 到目前为止 全球只有一个国家进行过孤单的研发和测试 那就是英国 在奇拉德提出孤单概念后 1957年9月14日 英国在澳大利亚进行了一次孤60转化实验 尽管这也只是孤单的雏形 但是威力已经很明显了 比原子弹和氢弹都要大 也是根据这一实验数据 孤单的威力被证实了 研究人员推测只要一枚孤单引爆 大量的伽马射线会进入平流层 然后辐射整个被袭区域 最终甚至可以使整个欧洲变成无人区 威力合见一般 但是这样威力巨大的孤单 难道就一点缺点也没有吗 其实不然 威力大的武器也注定了它研究难度大 这也是各国不愿意研究的原因之一 与其花费时间去造这样一颗害人害己的孤单 还不如多研究研究新型炸弹 比如如今的炸弹或者是导弹 都逐渐向着轻量化 小心化发展了 并且实战性更强 威力也足够大 比如我国的东风系列 甚至是不需要到敌国附近领土 都能直接精准打击 还不会有杀敌还把自己搭进去的风险 而如今世界各国原子弹和氢弹 都已经成了战略性武器 也都将自己的原子弹收归到核武库中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也是不会拿出来世人的 氢弹更是除了中国 无异国拥有 而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 人类的共同存亡 也为了武器实用性 无异国愿意对孤弹进行研究 最终孤弹这一理论 也只停留在纸面上了